红远消息 赵锐回应离队 珠芳于满意 杜峰感谢赵锐 北京时间3月19日晚上19点35分 22-23赛季CBA常规赛第37轮 广东红远主场以92比82江苏南篮 本场比赛广东南篮核心赵锐付出表现很出色 目前CBA联赛第三阶段的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各个球队为了拿到季后赛的名额 全力备战每一场比赛 目前广东南篮 辽宁南篮 浙江南篮排在积分榜前三 有机会冲击总冠军 广东南篮本赛季遭遇了一系列困难 虽然送走了威姆斯和队长周鹏 但是随着杜峰辞职国家队主教练职务 全力以赴备备战联赛的比赛 及时调整阵容获得了很好的战绩 就在前段时间媒体爆料广东南篮核心赵锐 很有可能今年夏天要离开 对此问题昨天打完江苏南篮的比赛后 赵锐正式回应表示除非俱乐部把我送走 否则我不会主动离开广东南篮 这真的让球迷高兴赵锐是广东南篮的核心 对于球队的帮助极大 但是有时候赵锐很有脾气 也是广东南篮的定时炸弹 我们还是希望赵锐 调整自己的情绪帮助球队获得本赛季的总冠军 对此朱方宇也表示 没有看错赵锐杜峰也表示感谢赵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